国内的流感疫情逼近高峰 新冠疫情也蠢蠢欲动 疾管署公布上周新增的 新冠病发症个案跟死亡个案 双双创下了4到5周以来的新高 先前日估秋冬新冠疫情高峰 会在今年的12月 但是最新日估 延后到了明年的1月中到1月底 到时候平均每天的感染数 会落在1.8万到2万之间 比之前下修 而至于入境呼吸道疾病监测 最新的检验统计出炉 在88名中港澳入境旅客当中 感染最多的是流感 其次是新冠 还有一个人呢 是同时验出了新冠 还有流感病毒 天气越来越冷 新冠病毒也蠢蠢欲动 疾管署公布上周新冠病发症个案 新增260例 死亡个案新增31例 双双创下4到5周以来的新高 原本预估秋冬时 新冠疫情高峰会落在12月 但最新预估会延后到 明年1月中到1月底 届时平之每天感染个案 约1.8万到2万例左右 且很可能同时也是流感疫情的高峰 那流感也在未来几周 开始往上升的话 只有可能两个疾病的高峰会重叠 新冠疫情一度降温 却不容轻忽 一名40多岁男性 有心率不整跟高血压病史 未接种新冠XBB疫苗 11月中旬出现症状 接着就医发现心脏肝肾功能异常 住院后就因新冠感染 造成多重器官衰竭 不幸死亡 是这波疫情最年轻的死亡个案 而面对中国呼吸道疾病 疫情窜身 疾病署持续在边境拦截 中港澳入境 有呼吸道症状的旅客 可进行筛检 上周共裁检88人 感染流感占最大宗 其次是新冠病毒 并未检出肺炎梅浆菌个案 但有一人同时感染新冠跟流感病毒 目前这个呼吸道还会继续上升 因为随着进入冬季 不过看起来应该就是会是 以流感为主的一个局面 机关署也再次提醒 国内流感疫情跟新冠疫情 可能双双在农历春节前后 进入最高峰 民众得多加留意 谢谢林干二弟台北报道 世界群雷打王王真志 上周六到台北大巨蛋 开出历史性的第一球 当天亲手送给台北市长蒋万安 签名球棒 这个画面呢 让不少的球迷马上联想到 58年前 王真志来台 觐见当时的救国团主任 蒋经国的时候呢 也是制赠了签名球棒 这和蒋家三代 横跨超过半世纪的缘分 让不少的网友直呼感动 蒋万也说 从王真志的手中接下球棒 肩上的责任感受更大 台日新闻的镜头 也独家记录了 58年前的经典画面 世界群雷打王 王真志高龄83岁 还是坚持来台 为台北大巨蛋 开出历史性的第一球 接着亲手把签名球棒 送给台北市长蒋万安 这画面掀起 球迷热烈讨论 实在越看越熟悉 以为穿越回了58年前 1965年12月 王真志来台湾 觐见时任青年反共旧国团主任的 顾总统蒋经国 当时同样制增了自己的签名球棒 两个跨时空画面摆在一起 只见王真志都站在画面左侧 灿烂笑容不变 右边的主角 却已经横跨三代 老蒋跟小蒋 都是用双手接下球棒 不少网友直呼 相隔58年阿公也有拿到 欧桑跟小蒋半世纪的缘分 蒋家三代历史的一刻 令人感动 欧桑是我心中的一位传奇 也是我的偶像 所以从他手中接下球棒 我想除了是球迷 以及身为台北市长 我见上的责任又感受更大了 接下来当然会持续的努力 来为台湾棒球的发展 来尽一份心力 祖孙接力 收下世界全雷打王的球棒 时空却已经快准超过半世纪 爷爷蒋经国 颁给王真志一枚优秀青年奖章 现在蒋万安则颁发了 台北市荣誉市民证 巧合画面不只是蒋家三代的传承 更藏着智力事件工作的期许 这张黎明州台北采访报道 决战2024总统争霸战 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总统大选进入了深水区 但是三组人马当中 绿白副手搭档 萧美琴 吴欣盈 接连爆出了国籍争议 中选会在今天下午 开会审议结果出炉 确认三组人马都符合国籍规定 萨喀都 态势不变 而参选前没有跟家人 讨论的吴欣盈 他的父亲 星光金控创办人吴东敬 以很好啊 三个字表态 家人也都给了满满祝福 12月5号 水落石出 谢谢 深陷国籍争议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 吴欣盈孔州的答案终于揭晓 中选会下午召开会议审定 确认赖萧佩 柯英佩 侯康佩 三组候选人都符合规定 没有任何一方有外国国籍 或回复国籍等问题 2024 萨喀都 态势底定 星光人头一甲子 周年庆祝察会上 星光金大家族齐聚一堂 这回家族出了位副总统候选人 吴欣盈爸爸 星光金控创办人吴东敬 三个字表态 即使吴欣盈参选没跟家人讨论 但家人还是给了满满祝福 而中选会审议结果 也让同样有国籍争议的萧美琴解了套 觉得好像就是一个小学妹一样 倒也不是批评就是一个观察 这就是她的风格 我真的心中充满是爱 周恨谁呢 民进党是执政党 当我们在批评执政党 很多地方要改进的时候 不是仇恨啊 那还是继续对台湾的爱啊 三位副手各句话题不输主帅 接下来各就各位 12月11号办理号次抽签 15号公告候选人名单 选战将进入深水区 接送的卢卜聪 台北参谋导 有社群账号日前在网路发文指出 海军新训中心即将要比照陆军 实施折豆腐这项折棉被的传统 消息一出引发议论 有民众批评 这根本是在浪费时间 因为根据了解 就是希望能够让官兵提早适应舰艇生活 海军新训中心 以往都没有这项规定 如今传出可能也要开始折豆腐 不过根据侧面的了解 其实目前海军新训中心尚无规划 加棉被对折再对折 边边角角整理方正 这是不少民众的当兵回忆 不过海军的折备方式却很不一样 昨日海军新训中心一直以来 都是以对折铺平的方式整理棉被 不过日前却传出有新兵被要求折豆腐 而消息一出也引发热议 社群账号日前在IG发文指出 海军新训中心即将要开始折豆腐了 想到之后新兵要再补到60公分高的 便当柜上弯腰折豆腐 这画面太美好不敢想象 嘲讽意味浓厚 也引来网友跟民众踏法 当然也有民众觉得尚可接受 而据了解为了让官兵提早适应舰艇生活 海军新训中心以往都没有这项规定 如今会传出也要开始折豆腐 就是疑似有上级长官 日前曾口头表示要比照陆军 不过趁民了解 目前海军新训中心 尚无规划 毕竟船舰上起居空间狭窄 长久以来海军并没有折棉被传统 而这回传出也要折豆腐 尽管传言与事实不符 但已经意外在网路上掀起讨论话题 接着旺家警红休高雄报道 以后信出发广众论话题 vergeстрい了吧 感谢观看